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二龙斯陆航米28直升机 飞往库斯克前线 要阻止乌军在多条战线上的快速推进 库斯克州棋栖战爆发至今超过一个星期 乌克兰国防部宣称 各部队在前线取得丰硕的战果 而且按照计划有序地执行各项战斗任务 总统泽伦斯基更首度承认 战争正在推向侵略者的土地 这也证明了乌克兰有能力保护正义 同时称赞官兵总能带来意外的惊喜 并且对侵略者施加必有的压力 全都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宣称 云克兰国防部宣称 但是封锁都要给云克兰国防部宣称 你想要開始從事件中,在香港的事情上, 這個個案,是在香港中, 國際主制制設立了重新觸動, 所持續的狀態軍各種衝突出的裝備, 包括一個軍事部, 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方式, 在空間的支援會上之間, 在一方面, 我会跟持续领导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增援部队已经抵达交战区 有效阻截乌军的推进 并且在无人机和空天军的支援下 摧毁乌克兰多辆坦克与装甲车 以及各式西方援助的军事装备 总参谋部表示 乌军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 试图扩大占领区 其中主攻苏甲地区的部队 因为无法突破俄军的正面防线 转而攻击东南方向的马赫尼夫卡 但是并未取得进展 另一路乌军则是往北路进攻 马丁诺夫卡同样被俄军击退 至于在切尔卡斯科波雷奇诺的战况方面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边防部队及当地民兵团体 在前沿村镇伊瓦什科夫斯基 和乌军发生激战 西北方向的马尔亚洛克尼亚 同样也有战情报告 而在战役之初 外传乌军攻入科雷内祸的消息 也被俄罗斯官方否认 不过西方媒体的分析则认为 乌克兰在发起这场战役的头两天 售获非常明显 而且也是自俄乌战争以来 乌克兰多次发动越境攻击行动中 规模和战果最大的一次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 更认为对俄罗斯施压 才是获得和平的关键 他表示战争情势升高 是俄罗斯自己造成的结果 因为俄罗斯从来都不尊重 国际法条与规范 自意入侵邻国 破坏他国的主权独立及完整性 乌克兰有权利对俄罗斯 采取防御性军事行动 同时打击其基础设施 乌克兰的积极战术的确在俄罗斯 国内引起震撼 许多当地居民对于总参谋部疏于防范 感到愤怒和不满 部分军事部落客更列出军方的三大错误 才会导致乌克兰得以轻而易举地打入库斯克州 首先是情报搜集与汇总和实际情况出现落差 有消息指出早在8月初期 乌克兰苏梅地区的居民就在社交平台上抱怨 声称新铺设的柏油路都被装甲车给压坏了 影响日常出行 这项消息乍看之下 似乎只是普通百姓书法不满 但是在战争时期 这些不起眼的讯息 却很有可能藏着极具价值的金资 甚至透露出部队的调动情况 可是俄罗斯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分析的单位 却忽略了这些小细节 使得边防警卫措施加强防御的先机 第二就是乌军在发动骑袭之后 情报部门的消息十分问乱 无法厘清乌军派出的兵力规模 最早的时候声称乌军派出300人 接着又改称超过上万人 再来表示乌军至少出动三个旅 这就替乌军提供了认知作战的机会 趁着俄罗斯总参手忙搅乱之际 发布各种假讯息和影片 制造民众恐慌 甚至一度有消息称 乌军派出14个旅 超过4万人攻入库斯克 直到前几天才确定 原来乌军只有第22旅 第88旅和第80空突旅担任主攻 其他单位则是从各部队抽掉的 一个营或两个连所担任的第二梯队 这也是战报上之所以会出现 这么多部队翻号的原因 虽然乌克兰第二梯队已经投入战斗 但是根据估算 目前乌军深入库斯克地区的战斗人数 大约在8000人左右 上普京报告最新战况的 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也遭到库斯克民众的痛批 认为他在这里部署的防御力量太过薄弱 仅仅依赖配备清兵器的联邦安全局 和义务役官兵是不足以 抵挡乌军装甲部队的快速推进 而且没有落实绍伊谷担任国防部长期间 要在库斯克到比尔哥罗德边界 加强防御攻势的承诺 才会让乌克兰找到突破点 今晚部分俄国军事专家出面 帮格拉西莫夫缓甲 认为是乌克兰片面撕毁国际间部成文的规定 就是俄罗斯和北约 不会在这个地区展开军事行动 因为这里正是俄罗斯向欧洲 输送液化天然气的必经之地 为了确保公器不受影响 即便欧洲和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导致关系恶化 但是并不影响两边维持民生经济发展的需求 可是现在基辅单方面打破这个默契 毕竟这是泽伦斯基做出的决定 不能完全把账算在格拉西莫夫的头上 然而库斯克的居民并不买单 很多人认为要不是格拉西莫夫 迟迟不能落实少一谷的指令 加上过于轻敌 乌克兰又怎么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打进库斯克 不过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普辛保证 直到战事完全平息之后 他就会为这起军事行动负起完全责任 俄军在库斯克州被乌军高速机动战术 打了个措手不及之后 显然也想讨回面子 现在的报复手段就是利用空天军挂载滑翔炸弹 飞到苏梅地区周边领空密集轰炸乌军第二线的集结点 这样的做法至少具有两项优势 第一是切断乌军第二梯队轮替第一梯队的安全通道 迫使冲在库斯克最前沿的乌军 很难得到后续的实物补给和后援部队的人员替换 其次是乌军的高速骑袭攻势 虽然推进速度非常迅速 但是这些部队都是轻装上阵 导致后勤支援单位无法以同样的速度跟上 而且乌军又十分仰赖交通线的畅行无阻 现在俄军空电军为了瘫痪乌军的补给线 不惜以最大的任务碎形能量 打击苏梅到库斯克的公路线 就连俄罗斯境内的道路也不放过 由此可见 俄军已经吃了蹭铁了心 非得要逼迫乌军消耗到弹尽粮绝之后 届时再来个一网打尽 即便乌军战力再坚强 也已经到了兵皮马乏的程度 投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不少西方媒体都对泽伦斯基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赌注 在库斯克发动一场骑袭战感到不解 除了军事专家认为 是要吸引俄军的注意力 来缓解乌冬日益恶化的战况之外 德国著名的亲乌克兰记者朱利安·普罗克 也提出相同的疑问 他不理解的是 如果乌克兰还有近万名部队 和西方援助的精良装备 为什么不用来突破哈尔科夫 卢干斯克 顿内刺客 及扎波罗热的俄军前线 反而要在边境地区 另辟一个新的战场 难道基辅的政治精英和军方高层 不晓得这些地区的战事 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普罗克甚至预测 乌克兰极有可能在国际舆论 及和平谈判的压力下 最终会从俄罗斯的土地上撤出部队 或许不会马上发生 但是乌克兰显然没有教牌的权利 基辅方面情愿在边境折损上千名官兵 也不愿把兵力投入到 即带支援的乌东战线上 这是他百思不得其解 也猜不透乌克兰政军界心理的生存想法 只能说乌克兰骑走险招的结果 有可能会换来最糟糕的结果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